我任命報告 我將要爭取2016的總統這個指揮 選在出獄的25周年這一天 施明德以獨立參選人的方式 宣布將加入2016總統大選 這是一場比當時面對囚禁 面對死亡面對刑囚 可能更加慘烈的戰場 以洪山軍包圍總統府的大張照片 當作背景 並且高掛當初民進黨 送他的大和解為台灣的匾兒 施明德表示說 民進黨就像衛權一樣 被鼎心衛家買走後 一切都變了掉 但是今天的民進黨 就像當年品牌生意很好的衛權一樣 被鼎心衛家送來之後 已經面目前輩了 又在宣傳自己 絕不會向財團妥協的理念時 將矛頭指向民進黨 卸任黨主席蔡英文 民主政府黨新的總統候選人 一確定競選 就馬上紅塵古朴的 去拜訪大財團們 最後還說出來一句 台灣的樂綱 放假太多了 我說這不是失言 這是心態 一種媚父的心態 施明德承諾 未來如果當選 將全面實施內閣制 並且提出大一宗計畫 兩岸關係以共識決的方式 來處理事務 我們希望大一宗架構 是希望在中華民國 跟中華聯盟共和國之上 共組一個不完整的國際法輪 然後以共識決的方式 來處理兩岸 關切事務 施明德這次參選 是否能達到27萬份 連署書的門檻 就看他的政策 選民買不買單 台灣情報記者 由申府林尚玉台北報導